继续 主要是我弟媳妇 他老是说我们欺负他 你让我弟媳妇说 我们死门几个 我们这边姐妹三个 哪一遍对他不好来 叫他自己讲一讲 我们也没有什么 他就是心理作用 大姐 有一件事情 我想问问您 您父亲生病这个事 说你弟弟回家 跟你商量医药费的问题 然后后来你爱人 就到家里来 就是对他发了脾气 您还记得这事吗 他说他我们不是幸福吗 他说你们幸福的 不要和我讲 就是他不参与 所以说我老公 那天喝酒喝多了 可能是就是说 气头上他说这话 还一生气 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他就是发点火来 这个事因为发生了 因为那天闹得 可能还挺不愉快的 他心里一直就觉得 挺委屈的 大姐您怎么看呢 你说我委屈不委屈呢 其他有些其他的事情 是吧 就是说嘛 我不能说出口 是吧 我弟弟妹妹 我弟兄他自己也知道 他第一次到我家里来 也闹过 知道吧 所以说 我老公也在旁边听着了 所以我老公就从那里心里边不舒服 你说他之前上你们家闹 你指的是什么呀 哎呀 你问我弟媳妇 他自己知道的 我这个话我不能说的 我这个不能往外说的 大姐 你 是这意思啊 大姐 你说出来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感觉 我就是来到电视机前面 我就不怕说 我弟媳妇都知道的 是他先到我家来 你刚刚才 是他先到我家来的 我没感觉哪地方闹了啊 啊 那有事就说出来 你是说 我老公就是健 未给你们出三天的车 回来又给你们卸一个集装箱 已经都晚上十一点半了 我大姐夫做个梦 不能出车 让让健出车 我也没说不让他出 我的意思 你给他找个人跟着 那我担心健的安全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自妹妹这个忙 肯定要帮 但是 要给他找一个人 跟着他 让他在瞌睡的时候 可以叫一叫他 我感觉这个 挺合情合理的 但是你给我拍着桌子 你说 我的车子 我不比你 我不比你在乎 其实那一天 你说这一话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在于 我以为你会说 我的弟弟 我不比你在义 但是你说出的话是 你的弟弟 你的车 你不会在意 你一百个车 一千个车 你都抵不了我一个人命 我们都没有慎慕 是吧 你说房子有慎慕吗 你说我们这边几个 你说哪个欺负你来 哪个对你不好了 大姐 这不是欺负不欺负的事 而是我感觉 我老公的生命在 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老公其实他不愿意 让我跟你说 这通电话的接通 让一直情绪平稳的刘女士 语气上出现了波动 特别是说到 丈夫在大姐那边受到的不公 这是略显遗憾的事 顾先生始终没有说话 这一次他没有做和事老 很快 主持人感觉到 有一种情绪在蔓延 所以果断的终止了 刘女士和大姐之间的对话 你想跟你弟弟 现在说两句吗 我跟他说什么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这个弟弟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主心 听得出来 大姐最后的这句话 多多少少对弟弟有些埋怨 这个话会对顾先生 起怎样的作用呢 主持人决定 从顾先生这里着手 了解他真实的想法